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耶穌愛我們每一個人 今天是受難節的一個聚集 我們在這裡 應該有很多的眼淚 好像我們應該在這裡去感受 耶穌基督定在十字架上那樣的一個痛苦 但是已經做了46年了 我想第47年應該可以有一點不一樣的方向 我就覺得說 耶穌基督為我們定十字架是有一個目的的 那個目的到底是什麼呢 話說從前 我大概15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學校有一個老師 他要離開 我們同學就寫了一個卡片給他 每一個人在上面簽名 很多人就簽不一樣的名字 像譬如說小李飛刀 李循歡 或者是東邪西毒 南蓋北地 南地北蓋 對不起 中神通 不過那個時候因為 金庸的小說在台灣還是禁書 所以沒有人說那些事情 那在下逼人兄弟我呢 我就想到一個頭銜很不錯的 叫做神的兒子 我就簽了神的兒子張亞倫 簽下去以後我覺得不錯很好 直到我們班上有一個同學 他是一個天主教徒 那個時候我們班一個基督徒一個天主教徒 其他都是非基督徒不吸神的 然後他跑來跟我講 他說只有耶穌是神的兒子 你是要哪頭銜 他不講就沒事 他講了以後我就開始覺得不安 我就開始一直覺得說 是不是我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很對啊 我覺得我也是神的兒子 後來經過了45年的尋求考察 最後我要很確定很確定的告訴大家說 我45年前是對的 我們的神呢 祂的創造裡面最奇妙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我 好嗎 Amen 你知不知道你比天使更寶貴 天使還要詳細考察 我們在神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這是彼得前書第一章那裡說的 Amen 天使在看我們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我們所做的反應 我們所行動的那個結果 天使要詳細的考察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跟我們學習 怎麼樣來敬拜這位神 你們沒聽過 OK 那我們的神 祂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最重要的意義 就是我們長得像祂 我們的行動也像祂 因為創世紀第一章27節那裡說到 祂造我們的時候是按照祂的形象造著祂的樣式來造的 好嗎 Amen 高興不高興 你知道你長得跟神很像 Amen 好不好看看你旁邊的人 哇 原來天父上帝長這個樣子 我不是隨便說的 因為這是聖經上的話嘛 對不對 你要有個正確的解釋 我們照祂的形象按照祂的樣式造的 我們就是像神的 所以當夏娃被騙 真的是活該 因為她不知道原來神造她已經是像神了 所以蛇騙她說 她說你若是吃了這個知識善惡素的果子 你就能夠像神一樣能夠知道善惡 那搞錯了 她本來就像神 不是因為吃了知識善惡素才像神的 好嗎 但是當人出了問題以後 耶穌基督必須要來為我們解決這個罪的問題 耶穌盯在十字架上 我不曉得大家怎麼去想這件事情 就是十字架是一個痛苦 但是十字架不是目的 十字架是一個過程 你不能夠停留在十字架上 好嗎 所以我跟我那個天主教的同學 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我的十字架上沒有耶穌 耶穌不在十字架上 他的十字架上耶穌還在上面 Sorry 如果我們中間有天主教信仰的弟兄姐妹 我沒有任何嘲笑的意思 真的沒有 你相信我真的沒有 但是我的耶穌已經從十字架上復活了 因為十字架是一個過程 那經過了這個過程以後 那個永恆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耶穌 他為了將來擊中無比的榮耀 他可以親看眼前的那個羞辱 那個無比的榮耀到底是什麼 看看你旁邊的人 看看我 看看你自己 我們就是耶穌基督 那個擊中無比的榮耀的那個原因 你必須要相信這件事情 因為耶穌基督為我們定十字架 是因為他要救贖 許許多多許許多多的人 像你我一樣的 然後呢 我們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Amen Praise the Lord 他預先所知道的 他就定下效法 他兒子的模樣 他兒子的模樣是什麼 就是耶穌基督在地上的行走 親愛兄姐妹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耶穌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告訴我們 做神的兒子該怎麼做 Amen 耶穌不是在救贖一些人 這些人得了永生 我們常常說信耶穌得永生 對不對 你相信 得永生用來做什麼 以前我們教會有一個姐妹 她工作很辛苦 牧師你知道嗎 我現在沒有什麼教可以睡 我將來在永恆裡面 我就可以常常睡覺 那有另外一個弟兄 他看著師母說 師母你很會彈琴 我告訴你 將來在永恆裡面 我就可以好好學彈琴 這個比較好一點 比睡覺好一點 但是你的永恆 是用來做這些事的嗎 還是你的永恆 有個特別的意義 現在弟兄姐妹 我要告訴各位的 就是耶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叫我們來做 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在地上 人看見耶穌的時候 是看見誰 看見誰 天父上帝 菲利問耶穌說 你將父賢給我們看 我們就滿足了 意思就是說 我只要看一個神蹟 這個神蹟就是我在你 我看見了天父這樣的一個神蹟 你叫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耶穌說 你跟我在一起這麼久 你難道不知道 人看見我就是看見誰 看見父神 親愛弟兄姐妹 人看見你我呢 看見誰 看見耶穌 Amen 因為我們今天活在這個地上 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把耶穌基督的那個生命 能夠活出來 Amen 我們被定了一個旨意 這個旨意是什麼呢 就是像耶穌一樣 明白 Amen 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 他兒子如何行動 我們也如何行動 好嗎 好 那 大家有沒有吃過一棵樹上 第一個成熟的果子 有沒有吃過 吃過嗎 味道特別不一樣對不對 吸收日月的精華 然後經過真的最好的呵護 第一個成熟的那個果子 在所有的樹裡面 那個是最精彩最精彩的 你放在eBay那裡去賣的話 那個價錢一定特別好對不對 對不對 沒吃過 你們 在城市裡頭的人 不知道什麼叫做水果樹 沒吃過最好吃的水果 對嗎 所以一棵樹上的第一個成熟的水果 是最好的水果 其他的呢 就Mama Day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第一個果子如何的好吃 其他的果子也一樣好吃 哈囉 有沒有被我騙的感覺 聖經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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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的果子 他如何 我們也如何 約翰 約翰一書第三章第一節那裡說 父所賜給我們的 是何等的榮耀 何等的恩典 使我們得以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將來如何還未顯明 可是呢 我們知道當將我們的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 我們必要像他 Amen 所以第一個成熟的果子 耶穌是出手的果子 Amen 我們是接下來成熟的果子 所以出手的果子 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寶貴 你也一樣何等的寶貴 好嗎 Hello Amen 感謝讚美主 那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每次講到兒女的時候 希臘文有一個不一樣的字 叫做Techno 那這個字呢 是泛成子所有的兒女 你信了耶穌 你就成為神的兒女 好嗎 好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字呢 是用來描述所謂的成熟的兒子 叫做Whoios 耶穌基督神的兒子 就是Soteria拯救者 有時候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你看到別人那個汽車的背後 貼的一條魚 有沒有 你自己有沒有貼 當你看到那條魚的時候 你需要知道說這個人是基督徒 因為以前在住在教會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麼樣來認識你 所以我會畫一條魚 然後來表示說我是基督徒 如果你看懂你也是基督徒 你看不懂就算了 那為什麼是魚呢 因為這個是五個希臘文的字母 組成的一個字 Ekthos這個字是魚 可是呢 它這是五個字母 耶穌基督 兒子 神 拯救者 這五個字的第一個字母拼在一起 剛好是Ekthos 那神的兒子的這個字呢 是Huyos Huyos這個字喔 它不是只是描述 神許許多多的孩子 它是一個特別的一個意義 就是它是繼承產業的 它是能夠承擔父親的心意的 它是能夠來為父親解憂的 所以呢 當耶穌在地上行走的時候 每一次聖經裡面描述到 耶穌是兒子的時候 總是用Huyos這個字 Amen 那在耶穌基督的家譜裡頭 救人看來 他是約瑟的兒子 約瑟是西里的兒子 到最後呢 亞塞特是亞當的兒子 亞當是誰的兒子 是神的兒子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的神祂在尋找兒子 祂不是在尋找兒女而已 祂在尋找什麼 兒子 兒子是什麼意思呢 耶穌在受洗的時候 從約旦河裡面上來 發生了一件事情 然後天怎麼樣 Break open 那個字的意思是裂開來的意思 就天開了 然後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那你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耶和華神在這個時候 做一件當時的文化 能夠理解的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當一個孩子 他成熟以後 做父親的為他開一個party 這個party用來做什麼呢 用來告訴他的親友 說我有一個成熟的兒子 我有一個長大的兒子 從現在開始 他做的事情 我概括地承受 就是他代表我 他要簽的支票 我會付那個支票 所代表的一切的價值 明白那個意思嗎 所以當耶穌在眾人面前 他受洗從約旦河上來的時候 神給他一個party 就說這是我的 是一個成熟的孩子 這個成熟的孩子 就承擔父親的心意 這個成熟的孩子 就顯出父親的榮耀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要告訴各位的 這個 耶穌基督定十字架 最重要的一個意義 不只是我們能夠承受永生 並且我們能夠承擔父親 因為在羅馬書第八章 這整張 我鼓勵大家好好去讀 這張聖經 這張整張聖經在講兒子 耶穌基督 他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得到兒子的名分 並且你所得的不是奴仆的心 Amen 你所得的是兒子的心 你的心是兒子的心 你就知道你是承受產業的 你就知道在永恆裡面 你是要來做只有父親能夠做的事情 Hello I'm kind of excited 我是很興奮的 Amen 你們為什麼一直看這個海報呢 拜託看我一下好不好 Amen 我真的 求神把那樣的一個盼望 放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得到永生 是因為我們可以成為神的兒子 不只是兒女 更是兒子 兒子是承受產業的 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裡的 兒子是要來彰顯父親的榮耀 兒子是人看見我們就是看見了父 Amen 感謝讚美主 Praise the Lord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想今天最重要的 其實是神在等候兒子能夠彰顯出來 其實我對兒子這樣的一個概念 滿模糊的 直到我開始注意到一些在過去教會歷史裡面曾經發生的事情 1948年 1948年 那個時候在加拿大 Saskatoon那個地方 有一個城市 他們發生 就是有一個復興 我們叫做春雨運動 或者叫做玩雨運動 在這個春雨運動裡面有一個概念慢慢的形成 就是神的種子顯現出來 這也是在羅馬書第八章裡面 在羅馬書第八章 他講到說萬物都在探惜老苦 為什麼會探惜老苦呢 就是萬物他所彰顯的 不是神原本創造他的時候的一個柔美 我想今天我們在這樣一個聚會的地方很好 你坐的椅子很舒服 空氣 燈光 everything都很好 這個麥克風也還不錯 我的聲音也不會刺激到你 讓你不能夠睡著 就是我們好像在一個很舒適的一個環境裡頭 但是你能不能夠去想像 如果是神的創造一定比這個更好 Amen 有些人講到 講完了以後別人說 牧師你講到講得很好 他趕快手指上天 不是我講的是神 是神在我的裡面 其實我心裡想如果是神講的一定更好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 其實你坐的椅子不夠好 你踩的地板不夠好 Flushing不夠好 紐約不夠好 這個世界不夠好 萬物都在嘆息老婆 為什麼 告訴我為什麼 神創造的時候不夠好 還是地板不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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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神的種子顯現出來 萬物就不再嘆息老苦 親愛弟兄姐妹 你需要相信我說的這件事情 當神的兒女顯出神兒女的榮耀的時候 我們所改變的不只是我們自己的心 我們改變的是環境 我們改變的不只是環境 我們改變的是氣候 土壤 everything Hello 我求神把這樣的一個盼望放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需要看見我們每一個人都顯出神榮耀的形象 我們來這樣子思考好嗎 耶穌在地上行走 33年半 祂所到的地方 產生很多很多的影響 因為有很多人看見祂的時候 覺得這個人說話是有權柄的 這個人怎麼會這樣 連鬼都聽他 連風和海都聽他 親愛弟兄姐妹 我剛剛說過 耶穌所做的這每一件事情 都有一個目的 什麼樣的目的 就是叫你跟祂做一樣的事情 Hello Amen 如果今天地上我們 大概我們可以知道說 也許有30億個基督徒 30億的人口是基督徒 這30億的人口裡面 有許許多多人真的是立定的心智說 我們來做跟耶穌一樣的事情 你想這個世界會如何 Glory Hallelujah 我覺得我把這句話說完了 我的負擔就交給你了 接下來 我們一起 讓神的兒女 顯出神兒女的榮耀 好嗎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恩主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啊 願今天這樣的一個聚集 主啊 我們進來的時候 主我們也許是去想說 耶穌主啊 你在施架上為我們受的苦難 但是主還是禱告是 當我們離開這裡的時候 是主啊 我們每一個人主啊 都得到這樣的一個確據 我們從今天開始 可以活出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生命 神兒女的生命 主啊 神兒子的生命 能夠成熟的生命 能夠成熟產業的生命 能夠彰顯父神榮耀的生命 能夠叫世人在我們身上 看見父神 將榮耀歸給父神的生命 恩主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讚美耶穌 我們這樣祷告感謝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Amen